网友在网络PO出了这张照片 表示自己曾在两三间饮料店工作过 但他近来换到一间店 他反而有点惊吓 成收店他们都用菜瓜布刷一刷茶桶而已 刷完很多污垢都浮在上面 开水冲都可以看到水垢跟茶垢 一块一块白白的流出来 还配上许多店里水果发霉烂掉的照片 网友纷纷回应这实在太恶心 根本不敢买 也有人说以客人的角度来说 可能不知不觉喝了很多茶购 网友也纷纷求问是在哪里 就有人回应这是在新竹东门市场的茶饮店 对此业者低调回应 这并非事实 是离职员工 侠愿报复 将不知道从哪来的照片 配上不实的文字 更强调若是真那么张 怎么可能躲过卫生局的稽茶 看在同为茶饮业者的眼里 也实在觉得太夸张 更表示若是有这样的情况 没别的就是疏于清理 它是圆形不好清洗 所以茶购会绕着圆壁去沾 有点像茶泰的概念 强调由于茶筒是圆形的窝旋状 容易有茶购残留 因此光是用一般家用的洗碗筋是不够的 通常都要时隔一段时间 用特殊的酵素钉或是清洁粉定期清理 大概是五天左右 要作为是用酵素去清洗 酵素可以去分解茶购的 若是按正常的清洁 每天以清洁剂清洗再配上牙膏 因为含有淹没剂 水分发泡剂肥皂等成分 通常不至于残留茶购 不过对于看不到内部细节的消费者而言 看到这样的照片 难免还是会心惊惊 就怕自己花了钱 却买到连基本卫生都没做好的店家 TBS新闻林亚南言配语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